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 10月10号晚上的8点53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在广州的越秀区 这条路叫做解放路 在前方的不远处就是广州的北行路步行街了 这个视频的话带大家来观一下这边的街头现状 前方机走的话可以走到广州的成家池 还有可以看到现在广州路上逛街的人还挺多的 这个电停车也挺多的 因为现在时间的话也只不过是晚上的8点多 很多一些人都下班了就下班了 或者是一下广州吃完饭了就回家了 不过的话这条街啊在白天的时候很又闹的 不过白天逛街的时候啊逛街的人都是一些中老年人 现在逛街的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店铺啊 都是针对中老年人的 然后就是卖一些非常接地气的应用品啊 前方这家饼家去广州一家老字号 很有名的 看很多人在买 35块一斤 还可以吧这个价格 怎么说都是老字号吗 看前方的衣服2块一件 内裤的 5块5块5块 好便宜啊 看到没有 这里的店铺就是卖这些东西了 吃饭接地气的 各种的小商品看到没 要不就是茶行之类的 也正因为这样啊 所以的话就是有很多一些中老年人来这里逛街 在前方的不远处有一个古叉叫做六融市 先过一下马路 不过一路光下来可以看到这里很多商铺都关门了 没想到这么早就关门了 按道理来说很多商店啊普遍都是晚上十点关门的 但是可以看到现在只不过是晚上九点钟吧都关门了 晚上逛这条街看不出这条街的防游 我之前的话有拍过这条街白天的时候 明天我再来拍一下这条路白天的情况 哇 哇一些出动装 因为现在国庆过后啊 广东的温度下降了 早把温差挺大的 往上的话 22度左右吧 但是到了白天了 这个温度表到了30度 这个温差有大几度 所以晚上走在路上特别的凉爽特别的舒服 一种秋高细爽的感觉 看都换乘鞋出动装了 好便宜这里的物价 不敢相信这是广州的物价 太便宜了 百年老字号 这个 这个 价格怎样 我觉得广州的物价相对很多城市来说 都是比较亲民的 我去过北京我去过上海我去过深圳 他们的物价我觉得挺吓人的 主要也是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啊 比广州的高 广州的基本工资好像也就 两千多吧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就使得广州总体的物价 没有特别的贵 甚至比一些小城市还要便宜 也正因为这样 所以的话很多人啊 都比较喜欢来广州打工 因为在广州打工的话 这个生活成本没有那么高 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 就使得这个生活的剂量啊 挺高的 先过一下马路 现在路上还可以吧 这个人如果是小城市的话 少就很安静了 大城市就是不一样 我觉得广州的夜生活 在四个以下城市当中 还算是可以的 广州的夜生活 主要也是围绕这个山圈我进行的吧 在一些居民区的话是没有什么夜生活的 如果来广州旅游 先体验一下广州的夜生活 可以来一下广州的北行路 要不就是上下酒 又或者是去一下城中村吧 因为广州的城中村的话 容易聚集了很多一些外来人员 所以的话这个夜生活还是十分的多居多彩的 好了 容易聚想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简单 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就是大家来逛一下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